今天不开火,来做一个西葫芦拌面 西葫芦是可以直接生吃的,要选一根比较直的西葫芦 这个还是有点弯,然后用这个小工具,削成像面条一样 面条准备好之后,开始做牛油果酱 成熟的牛油果果肉挖出来,然后加入牛油果等量的液体 这个液体可以是纯的淡奶油,纯的椰浆 如果希望降低一点热量的话,可以加水 如果不在乎碳水的话,可以加牛奶 打成这个稠度适中的酱之后 直接浇到刚才销好的西葫芦面上面,拌一拌就可以了 这个牛油果酱,用新鲜的果蔬来做 味道比较清新一点 最后铺点三文鱼,就可以开吃了 这一盘拌面,有蔬菜水果海鲜乳质品,营养丰富均衡 关键还不用开火啊,观众好好吃瘦,好好吃健康瘦